蛤 老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去爬苦灵树掉下来 最大的用点 大概就是 比较有同理心 有同理心 影响最深的一本书 影响一本书 我想心经吧 心经 心经 上次戴口罩是什么时候 忘掉了 忘掉了 心情不好都做什么事情 就是运动 运动 让太太帮忙礼法师 都在想做 不要把我剪得那么丑 害怕太太什么事情 不讲话 不讲话 冷战 不过现在不会了 这个年过五十以后 都不曾发生 五十之前还会的 如果成真的话 想要做什么事情 教宿 教宿 想要教什么事情 来到这个 退休之后 我其实想到高中去 带这种高中生 我很有信心 我认为 我的这个经验 来办一家高中学校 也不错 想要立刻改变 台湾什么环境问题 现在当然是 最极大是空屋 最极是空屋 我们有信心 你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 每天都把这个事情 做得最好 想对台湾年轻人 说什么 这个世界很美丽 台湾也很美丽 要有信心 联合国 前不久才公布 台湾是亚洲地区 最幸福的国家 它是总和性的 我们台湾当时无愧 所以年轻人 台湾是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对台湾要有信心 因为他们像台湾 好不好 祢是天看到的 祖宗 感谢观看